今年5月份呢 是中国工商银行 石家庄分行的建南支行 发生了多起 储户存的里头的钱 不一点飞了 咱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其中额度比较大的呢 有一个做生意多年的王女士 她是在这个建南支行里头呢 存了1080万元人民币 这额度够大的呢 那么今天她再去查账户的时候 发现呢 就剩下124块钱了 也就是1000多万 没了 那么她自己回忆呢 就是她怎么往这会儿 存了这么多钱呢 她是因为她做生意 做了好多年 她为了方便呢 就是把所有的生意 往来这个金融业务啊 就给了一个 她公司附近的 一个工商银行的网点 在这里啊 办卡啊或者什么 都在这处理 结果这个 你看不看 一开始这王女士 也没太拿当回事 但架不住这位负责人 软磨硬炮 人家给你公司 介绍客户什么的 这王女士说 那行吧 我存存试试 就这么的 这个网点的负责人呢 带着她到了这个 建南之行 找到了银行一个 这个正式职员 这都假不了的 都真的 然后她就在这 存了100万 存的时候呢 这职员告她说 你得办网上银行 咱们有不少年轻朋友 值得 就办的优顿 拿着那个 你在家里 就能转钱什么的 你得办网上银行 这是王女士说 那就办吧 说办这有什么好处 说就方便给你汇利息 不就省着直接 给你又卡什么的 在网上就给你汇了 这王女士 对网上银行 也不太懂 反正稀里糊涂呢 就办了这么一个 网上银行 就是这优顿 办的时候 都要给我开个优顿 我不用那种 高科技的东西 万一把钱转错了 是吧 我再三拒绝 但是说人家 给我的答复是 咱们这个 工行贴息的业务 必须得使用 咱们这个优顿 必须得用 然后他把这优顿 拿回家之后呢 再就没用过 就是一直是 在那个信封里放着 没拿出来过 而他问说 我这利息什么时候到啊 人家负责人说 最晚明天晚上就到 结果他第二天晚上 他卡上呢 确实收到了十万块钱 就存一百万 第二天就烦你十万 那我们说这个 这个效率和这个收益 那比在银行 存普通的存钱 不合适多了吗 所以这王女士呢 在这种利益诱惑之下呢 再加上对这个 银行工作人员的信任 接二连三呢 在八个月时间呢 往里存了 一千零八十万人民币 前年后后分了十一次存的 一共存了一千多万 我可以说我做生意二十多年的 所有辛苦钱 可是呢 到了这个2015年 他一查发现 就剩一百二十四块钱了 当时他就慌了 说这这钱二十多年的心血 就找银行去了 银行的工作人员 说你那个 我们这是没啥问题 你是不是你网上银行 钱被转走了 你把你的邮盾拿出来 他回家取了一对呢 说坏了 你这个邮盾是假的 就是有人已经用你的 那个密码什么什么的 用真的邮盾 把你钱都转走了 你这邮盾是假的 当时这王女士就蒙了 说怎么能是假的 我用都没用过 再说即使这是假的 那我在这邮盾有密码啊 网上银行也有密码啊 那我的密码没告诉过别人 怎么人能用另外一个邮盾 给我转走了呢 这王女士当时就急了 这得赶紧报案呢 完了这个时候 就相关的经济部门就过来了 现在这个案子呢 还正在查